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屡见不鲜 在众多女星的爱恨情仇里 刘嘉玲虽然没有让人惊艳的美貌 但她的争议绝对是很大的 刘嘉玲本是苏州人 她的父亲是泰国华侨 由于成分不好 在特殊时期一家人饱受折磨 15岁的时候他们举家来到香港 80年代的内地和香港差距十分巨大 看到香港繁华的街道 衣着靓丽的行人 立刻觉得自己土味十足 加上语言的障碍 刘嘉玲与别人显得格格不入 所以没少受到同龄人的排挤 不过刘嘉玲很快就适应了 习惯了香港的生活节奏 也学会了说粤语 1983年经历一次失败后 刘嘉玲终于考上了TVB议员训练班 同级的学员还有刘青云 吴君如 蓝洁英和曾华倩 1985年的刘嘉玲 刚刚毕业一年突演了两部电视剧 在梁朝伟《刘德华版录顶记》中饰演芳怡 又在梁朝伟张曼玉主演的《星扎师兄》中饰演张家问 虽然这两部电视剧很火 因为主演们太过亮眼 刘嘉玲在剧中也只是混个脸熟 这时的刘嘉玲怎么也想不到 他会和这么多的男人有牵扯 1.许静亨 当时刘嘉玲凭借毕业后出演的两部剧《小有名气》后 在吴君如的介绍下认识了香港船王之孙许静亨 那时候许静亨刚刚从国外留学回来 有上百亿的资产可以继承 身边也是美女如云 可他见到刘嘉玲后 还是被其独特的气质征服了 一天晚上 刘嘉玲驾车外出时轮胎爆了 打电话向吴君如求助 吴君如就将白马王子许静亨派过去英雄救美 到达现场后 许静亨甚至不顾自己百亿身价继承人的身份 亲自为其换轮胎出了一身的臭汗 这一举动让刘嘉玲十分感动 对其倾心不已 当然许静亨的财富和修养 也占了99.9%的原因 这件事过后 两人很快就发展成为了恋人的关系 不久两人同居了 为了博得女友欢心 公子哥许静亨出手十分阔绰 珠宝首饰 名车豪宅 刘嘉玲喜欢的许静亨都一一满足 相恋一年后 两人的恋情慢慢公开 与许静亨相恋的几年 刘嘉玲几乎放弃了自己的事业 只在1986年时出演了成龙的电影《救济杂牌军》 许静亨的恋情让刘嘉玲一直话题不断 虽然没有像样的作品 但是也颇有人气 一次采访中 刘嘉玲大方成人两人即将举行婚礼 此消息一出 整个香港轰动了 可是许家却坐不住了 堂堂香港船王的长孙 娶一个大陆来的戏子 这在当时有些排外的香港富豪看来 是很没面子的事情 于是许家接受采访时 直接表示不清楚这件事 此时许静亨的态度也变得模棱两可 被打脸的刘嘉玲认清了现实 没有再继续纠缠 1988年4月 刘嘉玲和许静亨分手 如今许静亨娶了当时的香港女神李嘉欣 生活过得也很幸福 近期许静亨的妻子李嘉欣 晒出自己生日聚会合照 在照片中 许静亨不仅消瘦了很多 脸上也好像有很多皱纹了 更加令人非常意外的是 许静亨不仅老了很多 头发也秃了不少 他的精神和状态 好像一脸被掏空的样子 很多网友也纷纷留言吐槽道 许静亨一点伤人气场都没有 不过一直是混日子型 也没那么凌厉了 值得一提的是 李嘉欣的老公许静亨 虽然苍老了不少 但是打扮十分潮流年轻 身穿花色衬衫 戴着一个项链打扮很前卫 当然了 人老了肯定没有年轻的时候好看 毕竟许静亨也已经60岁了 还好的是 许静亨身材一直都没有发福 别人都说 难买老来瘦 看来许静亨保养还是非常好的 虽然很有钱 也没有吃得太胖 和李嘉欣一直都恩爱 令人敬佩 2. 林俊贤 当时刘嘉玲和许静亨分手后 刘嘉玲在拍摄上海大风暴时 与合作的男演员林俊贤传出了绯闻 两人在一次聚会上跳舞时 玩上了逆推我嗓的打去游戏 还一起结伴到电影院观影 其实两人看电影时 还有很多工作人员在场 后来林俊贤退出影视圈 选择下海行商 不知为何 林俊贤退出后 两人的关系反而变得微妙 也许是因为聚少离多 最后两人还是分手了 如今62岁的林俊贤脸上多了一些皱纹 发际线也有了上移的痕迹 不过她的精神状态很不错 满眼都是笑意 脸色也很红润 现在林俊贤有儿女的陪伴 生活过得也很幸福 祝愿她身体健康 争取为大家带来更好的作品 3. 梁朝伟 刘嘉玲在排演舞台剧《花心大丈夫》时 与梁朝伟再次相遇 当时梁朝伟已经和相恋六年的女友曾华倩分手 两个同时失恋的人经常在一起谈心 慢慢的心就靠到了一起 1990年 两人正处于热恋期 刘嘉玲在拍摄《阿非正传》期间 突然遭到了绑架 当时正在拍戏的梁朝伟 从张学友口中得知这件事后 惊吓得连车都开不了了 还是让张学友开着车赶到了现场 得知女友友惊无险后才放下心 对于刘嘉玲的遭遇她也没有深究 还深情地对她说道 这个圈子太乱 要不我们一起离开吧 你想去哪里 我就陪你去哪里 然而刘嘉玲却丝毫不惧 强大的内心让她面对这一切就像局外人一样 休息了一段时间后 便接着开始拍戏了 之后刘嘉玲连续获得提名 但始终未能更进一步 随后刘嘉玲就被拍到与神秘男子热吻的照片 后来证实这名神秘男子就是当时 由股票神童之称的罗兆辉 据传 罗兆辉为了追刘嘉玲 给她买车买房 毫不吝啬 不过当时罗兆辉已经结婚 与刘嘉玲的婚外行为 直接导致了她婚姻破裂 后来罗兆辉破产 2000年从风光无限的地产大佬 到落魄的三亿欠债人 罗兆辉的精神已经无力承担 选择烧炭结束生命 幸而被人发现及时送医 之后突发心脏病不治身亡 一代地产神童就此落幕 2000年5月 刘嘉玲结识了金融才子李兆文 两人四处游玩 一同出入夜店 刘嘉玲还趁男友梁朝伟不在家 带着李兆文回住宅 几乎差点造成梁朝伟与他分手 后来刘嘉玲因为代言日本的一款化妆品 结识了中田英寿 随后有媒体拍到两人在酒吧 耳滨撕磨 期间刘嘉玲还大胆现问 当时曾传梁朝伟为此 一人赴酒吧买醉 如今放弃足球的中田英寿 也用心去感受自己国家的所有美好与美丽 真正沉下心来去学习酿酒 学习戳筋技法 并且在走遍了这么多行程之后 中田英寿还出版了自己的文字作品 重新发现日本 7.胡军 胡军与刘嘉玲因《无间道二》相见如故 2003年5月 有香港媒体拍到 胡军与上海国际电影节开幕式结束后 送刘嘉玲回酒店的照片 为此 胡军与妻子卢芳差点离婚 最终胡军和刘嘉玲同时发声明澄清 才平息事端 2006年两人合作电影《好奇害死猫》 并且在当年的颁奖典礼上大方亲吻 从而让两人的绯闻再度甚嚣沉上 随后二人坚称只是好朋友 8.郭台铭 2006年 刘嘉玲和富商郭台铭牵手出席慈善晚宴 丝毫不避讳媒体 郭台铭甚至放言要一拳打倒梁朝伟 并表示自己是真心喜欢刘嘉玲 不过刘嘉玲最终还是拒绝了郭台铭 因为他知道自己和梁朝伟已经分不开了 近期 鸿海董事长郭台铭宣布投入国民党内初选后 频频在媒体前曝光 但明显的老人般却时常吸引到观众目光 2008年 兜兜转转在一起20年的刘嘉玲和梁朝伟 在佛国布丹举行了婚礼 这场全球关注的世纪婚礼 还受到了布丹国王的特批 在布丹这个远离喧嚣的南亚小国 爱情一直秉承精神关爱至上的原则 代表着无上的纯洁 这可能也是两人选择在这里结婚的最终目的 13年转瞬即逝 梁朝伟与刘嘉玲自相识以来 风风雨雨走过了大半生 太多的人唱衰他们 太多的人说他们不合适 但最终他们还是选择了与彼此度过后半生 两人唯一的遗憾就是 到现在还没有孩子承欢席下 对此梁朝伟坦言不要孩子是他们在结婚时就商量好的事情 最近在梁朝伟59岁生日时 刘嘉玲还晒出了一张为他庆生的照片 照片中的梁朝伟面带微笑 神韵不减当年 真正的不老男神 两个性格差异巨大的人就这样互相包容 互相信任 携手走过了这么多年的风风雨雨 刘嘉玲经历了一场劫难后涅槃重生 在岁月的沉淀下越发从容淡定 虽然在众多富商中游走了大半辈子 情食饱受非议 可刘嘉玲却真真实实地活出了自己的风格 而且在人生的旅途中遇到了梁朝伟 或许这就是命中注定的真爱 上个世纪香港娱乐圈美女如云百花争艳 在权势和名利的诱惑下 上演着一幕幕女星与富豪的故事 而在众多女星中 刘嘉玲算得上是风流人物了 她的一生与许许多多的男人传出过绯闻 情史十分丰富 从富豪到男星 再到演员和行男 统统都曾败倒在刘嘉玲的石榴群下 接下来大家就一起来看看刘嘉玲睡过的男人吧 一 梁朝伟 刘嘉玲十七岁时 在大街上看到无限训练般招收艺人的广告 便报名参加了 当时的她虽然年轻漂亮 但身上总有一股子土土的气息 很不幸地落选了 落选之后 她再接再厉 用了一年的时间从举止 穿着 口音等个方面努力改造自己 终于在1983年成功被训练班录取 和刘青云 吴君如 曾华倩 吴启华 蓝杰英成为了同学 1984年从训练班毕业后 刘嘉玲和梁朝伟 刘德华合作出演了电视剧版《鹿顶记》 这也是她和梁朝伟的第一次结缘 不过那时候梁朝伟心仪的对象 是好友周星驰的搭档曾华倩 而曾华倩是刘嘉玲的同学兼闺蜜 所以此时两人之间并无情感交集 多年以后 梁朝伟和刘嘉玲在排演舞台剧《花心大丈夫》 时再次相遇 当时梁朝伟已经和相恋六年的女友曾华倩分手 两个人经常在一起谈心 慢慢地心就靠到了一起 1990年 两人正处于热恋期的时候 发生了一件骇人听闻的事情 刘嘉玲被不法分子绑走了 不过好在有惊无险 三个小时之后 刘嘉玲完好无损地回来了 这件事情过后 刘嘉玲只是短短休息了几个月 便接着开始拍戏 同年 由王家卫指导的《阿非正传》开拍 刘嘉玲在剧中饰演梁凤英一角 在1991年的 法国南特三大洲电影节上 刘嘉玲凭此一举丰厚 又获得金像奖 金马奖最佳女主角提名 第二年 她又凭借鸡鸭链 获得金像奖最佳女主角提名 名气越来越大的同时 应酬也越来越多 这段时间 刘嘉玲先后传出了 与罗赵辉 刘鸾雄 杨寿成等豪门大佬的爱美绯闻 而梁朝伟的绯闻 也是一个接着一个 1992年 梁朝伟拍了电影《风尘三峡》 和小胎一岁的百安妮传出了绯闻 2000年 主演王家卫指导的电影《花样年华》时 又和张曼玉传出了绯闻 对于梁朝伟的诸多绯闻 大气的刘嘉玲不会在意 梁朝伟在她的心里就像个柔弱的孩子 她知道这个孩子绝不会离开她 2002年香港一家杂志《东周刊》发了刘嘉玲12年前被绑后的一张不雅照片 这张照片的曝光引发了轰动 香港所有艺人联合走上街头抵制这种毫无道德底线的曝光 刘嘉玲被绑的真相也呼之欲出 随后刘嘉玲站出来现身说法 承认当晚被阔拍了这些照片 但因为某些原因才没有说出真相 帮他摆平这件事的陈慧敏也说道 当初刘嘉玲确实被几个小混混拍了不雅照 但联系到对方的画室人后 已经将照片都交给了梁朝伟 混混们也被抓入狱 谁知其中一个混混还私藏了一张照片和一段视频 出狱后将照片卖给了杂志社 杂志社发表后才引起了一系列事件 事情真相大白后 成龙 梅艳芳 刘德华 曾志伟等众多明星大腕 站出来支持刘嘉玲 谴责染指娱乐圈的黑恶势力和不良媒体 梁朝伟也是一如既往地默默陪在刘嘉玲身边 爱人的不离不弃也让刘嘉玲底气十足 这起事件导致这家有名的娱乐杂志停开 十几个人被抓 演艺环境也得到了极大的改善 2008年 兜兜转转在一起20年的刘嘉玲和梁朝伟 在佛国不丹举行了婚礼 这场全球关注的世纪婚礼 还受到了不丹国王的特批 在不丹这个远离喧嚣的南亚小国 爱情一直秉承精神关爱至上的原则 代表着无上的纯洁 这可能也是两人选择在这里结婚的最终目的 婚后的13年 两人一直相敬如宾 恩爱有嫁 虽然双方也不断有新的绯闻传出 但经历过大风大浪的人能够走到一起 相信任何事都已经无法撼动彼此的感情了 此前梁朝伟过59岁生日 刘嘉玲还晒出了一张为他庆生的照片 照片中的梁朝伟面带微笑 神韵不解当年 是真正的不老男神 唯一的遗憾是 两人至今都没有一而半年 据悉是因为刘嘉玲年轻时过于纵生酒色 导致怀孕不易 可梁朝伟却说 两人在结婚的时候就商量好了不要孩子 因为他有很多人需要照顾 此生能让刘嘉玲幸福就好 二 许晋亨 刘嘉玲是在吴君如的介绍下 认识的香港传王之孙许晋亨 那时候许晋亨刚刚从国外留学回来 有上百亿的资产可以继承 身边也是美女如云 可他见到刘嘉玲后 还是被其独特的气质征服了 一天晚上 刘嘉玲驾车外出时轮胎爆了 打电话向吴君如求助 吴君如就将白马王子 许晋亨派过去英雄救美 到达现场后 许晋亨不顾自己百亿身价继承人的身份 亲自为刘嘉玲换轮胎 出了一身的臭汗 这一举动让刘嘉玲十分感动 对其轻心不已 当然许晋亨的财富和修养也占了99%的原因 这件事过后 两人很快就发展成为了恋人 不过这段恋情却受到了很大的压力 以许晋亨的财富和社会地位 一直想着许晋亨应该找个门当户对的大小姐 而刘嘉玲却是穷苦出身 即便靠演戏有了一些名气 可在很多人的眼里依旧是戏子 可这时候 许晋亨对刘嘉玲爱的真切 竟然不顾家人的激烈反对 搬出许家和刘嘉玲住到了一起 同居后 许晋亨为刘嘉玲举办了一个类似 订婚宴的小型酒会 邀请了身边要好的朋友参加 在心理上也给了刘嘉玲很大的安全感 一年后 刘嘉玲在面对媒体采访时 被问到和许晋亨之间的进展 她幸福地说道 我和她已经商量过 我们即将举行婚礼 这一消息瞬间成为了娱乐圈热议的话题 抢占了个大报纸的头条 刘嘉玲还对媒体表示 她一直在学习茶话 哼任等各种提升自己的课程 会随时嫁入豪门做着准备 然而媒体到许家证实这一消息时 许家却表示根本不知道这件事情 回头问到许晋亨时 她表示 这件事我和嘉玲确实谈过 但并没有定具体的时间 事情在闹得沸沸扬扬的同时 许家控制了许晋亨的经济 逼她赶快回家说明情况 刘嘉玲也只能站出来 对外宣布婚约已经取消 两人的爱情最终还是被现实打败了 曾经巅峰时期的林俊贤 大小荧幕齐头并进 连乐坛都混得有声有色 可以说是那个年代真正的全能型艺人代表 曾经她与刘德华平起平坐 在周星驰一本漫画闯天涯中用大咖的身份 为其增光 在驱魔警察中与林正英分庭抗礼 在捉鬼专门店中 许冠英为其作配 印象当中的林俊贤 总是一副阳光帅气 但又桀骜不驯的样子 但是林俊贤或许没有想到 最终自己还是会摔倒在万花丛中 这个人还是自己同学的未来老婆 刘嘉玲 1989年 林俊贤与刘嘉玲合作拍摄了上海大风暴 在一次聚会上 两人跳舞时 你推我嗓的玩去打闹 还一起结伴到电影院观影 没想到却被媒体捕风捉影 传出了绯闻 当时林俊贤正处于事业的上升期 比刘德华 梁朝伟的名气都要大 为了不影响到自己的事业 他对媒体澄清道 我和刘嘉玲只是在酒会上正常的跳舞 然而媒体却不相信 还是拿这件事大做文章 被媒体逼急了后 林俊贤甚至放言 宁愿单身 也不会要刘嘉玲 这边林俊贤还在白找挠心 而刘嘉玲 早已经把林俊贤抛在脑后 找自己的梁朝委去了 后来林俊贤突然和媒体立下誓言 自己赚够了五千万就退出娱乐圈 转战商海 在这之后 林俊贤立即扩大了自己的工作量 两年时间内一共参演了17部作品 后续几年虽然有所减缓 但仍然是每年四五部 1996年 在唐太宗李世民中 塑造完最帅李世民后 林俊贤似乎赚够了五千万 信守承诺当即退出了娱乐圈 而后林俊贤带着自己外籍的妻子 转战商海 4.罗兆辉 与刘嘉玲在一起的第二任富豪是罗兆辉 罗兆辉是股票界神童 有20亿身价 1993年 罗兆辉在已经有家事的情况下 狂热地追求刘嘉玲 两人自此成为婚爱情侣 交往一段时间之后 罗兆辉又一情别恋 两人再也没了交集 5.刘鸾雄 刘嘉玲与刘鸾雄的绯闻 是在刘嘉玲拍完 《阿非正传》后传出的 据说 刘鸾雄为了刘嘉玲不惜与关之林打游击 还扬言要出大价钱买回刘嘉玲被拍的不雅照 6.郭台鸣 2006年 刘嘉玲和富商郭台鸣牵手出席慈善晚宴 丝毫不避讳媒体 郭台鸣甚至放言要一拳放倒梁朝伟 并表示自己是真心喜欢刘嘉玲 但是刘嘉玲却说自己跟郭台鸣只是朋友而已 如今刘嘉玲已经56岁了 虽然在众多富商中有走了大半辈子 情史饱受诟病 略显混乱 可他却真真实实地活出了自己的风格 可能他已经看穿了一切 人在圈中 身不由己 只能被迫向现实妥协 迎着郊阳 阔步前行